面对冷冰冰的牙医器具 有的小朋友吓哭了 也有小朋友充满好奇心 你会害怕吗? 不会 为什么不会害怕? 因为我最喜欢看牙齿的 近30位5岁班小朋友 在吉隆坡代儿童教育中心老师 与爱心妈妈的带领下 拜访牙医诊所 克服看牙医的心理障碍 早晚刷牙是每日功课 还要确保刷得彻底 才能清除牙菌 避免口腔问题 下面的牙齿就还OK 家里教孩子说牙 我都不知道那个正确的姿势 可能要从下面开始 从这样子说上来 只是教孩子普通这样子 说说说干净这样子 因为自己也没有那个概念 有的牙瘦太大只 有的牙瘦就开花了 那个就要换 大概是三个也换一次 照顾好来的话 大量它变成一个 habit 它就没有这样大问题 牙齿一烂就是烂 没有就是没有 牙齿中不重要 中不重要 卸下看牙医的恐惧 小朋友要培养保护牙齿的好习惯 远离满口烂牙 戴新闻校围引罗国聪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